那么中国跟日本韩国到底差距大不大呢 这个实话说 整体实力 这个差距是显而易见 踢不踢比赛 都是显而易见 你就说这差距有多大 你说中国香港赢了都哭了都 唱过歌不唱这帮崽子 还有人说这是中国队 没事回去受人欺负了 回家打老婆 这哪打老婆呀 这打儿子 你说香港跟中国队差距大不大 那其实这差距挺大的 你就说中国队 你说提的也不怎么清楚 或者怎么这样 那想中国香港想赢中国 那是扯淡的 回顾这2019年 一共18场 一共16场比赛 七胜一平八负 你说胜的都是什么队呢 关岛 菲律宾 可能赢过 是不是赢过泰国 吉尔基斯斯坦 缅甸 全是这个他妈赢的 完了还凭了菲律宾一场 输的这些队呢 什么伊朗 乌兹别克 韩国 日本 再加上 还输给过 中国杯还输给泰国 还输给过叙利亚 你做不做吗 你拿了一个战绩 你就能看出来 你菲律宾你都赢不了 你还谈什么实力呀 叙利亚你都输 你还谈什么实力呀 你赢一堆缅甸关岛 马尔代夫 你就有实力了 就说 一个队伍说 实力比我强的 我输了 可以 但是你要是能把实力比你强的 你能整一平 那就是真正的超越实力的比赛 首先 打弱队 你有实力 但你没赢 说明你实力发挥不出来 你有问题 实力比你强的 造成一些威胁 你就没有这能力 所以呢 中国队 现在是要解决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是整体实力提高的问题 那你实力增强 你到底能不能赢球呢 这是第二个问题